字幕提供 好了 鄉親 繼續來看 是這個 縫葉建設 為你的 新北 直北市的 鳳菜 五二孔這個建案 在那時間的期間 放立到軍藥 蓋 又查出到 館長 雲文庫 議事跟建商來告結 風氣所 有議員拿出到軍藥 上上席 泡風到 縫葉建設 頭鑑減料 說 第下實的結果 基本就是 外的 管政府是回應說 那項品是古項品 工藥建設 也表示說 當時是因為不停工 才會抵輸到 少量條來變形 無情這個抽險的結果 已經全面十天完成 今天交流 總共破一坑 後一票 突然 幾台再下去 旅空 今年 蓋北的街路 新年 三班很多月 自信意外 就是 鑑標這棟 不足的部分 用CCP 第二 套裝 三十三點八 被縮成十八點八 省一億多 不足的部分 用CCP 第二 第二件事情是 把這個便宜貨 再三十五公尺 這種錢你們敢賺喔 所以十八公尺以下的地方 全部都是用這種 所謂的鋼板 腳鋼 還有紗包 這樣子蓋出來的品質 難怪會一直發生天歌 楊文科還不停地 讓這樣子的案子在復工 像這支負責新新聞 頭鋼減料 要讓公協正前 加減香港 是採用 求黨的鋼法 不過整個說 這種做法沒有這麼便 而且很危險 它的強度是遠低於5H型鋼的 是非常誇張 這是非常不專業的一個做法 真是於事無補 查證張照片是去年在520 進行強檢計劃前的一個公立的舊照 公署當時已經嚴格要求封印來執行 這個強檢計劃來確保 基地周邊的公共安全 在那邊看 這其實是廣東高的 又要了很多行公安的問題 要了解釋這件事 這件商品是當時 要命令提供的 這位觀眾在地區更能變形 就算減掉已經敢起訴 不過消費者也是沒辦法安心 哈囉 我是萊亞 想要搶而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感謝評券